今次滿地可握泰華March Break出走四日三夜之旅 行程都頗多元化 我們飛上天 又走入海洋世界 參觀了很多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冰天雪地走去行山 為了都是想看一看這個美景 我們繼續出發 天氣這麼冷走去行山 這裏是Montreo其中一個必到的景點 沒來過這裏就等於沒來過Montreo 我們現在在哪裏 Mont Royal Mont Royal 你這裏做什麼呢 玩 有什麼玩 原本玩什麼 這裏是套房間 不過因為天理關係 所以不能浪費 說這裏上去可以走八分鐘 就能看到Montreo的全景 但我們這個速度應該要走多久呢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嗎 看看半個小時才行 不用半個小時 駕駛上到Mont Royal 王家山公園的停車場 由那裏出發行15分鐘 就可以去到看風景的地點 Mont Royal 是滿地可著名的景點 位於市中心以北 這座小山海拔233米高 王家山公園是滿地可最大的公園 很多人來到滿地可 都會上到這個山飽覽滿地可的城市風貌 除了去到看風景 其實這裏都有很多冬天時候進行的活動 例如是滑雪兜 越野滑雪 而夏天就可以在這裏行山 野餐散步 在室外凍了那麼久 不如回到室內 探一探在滿地可可愛的動物 這裏是BioDorm 就是在滿地可奧林帕克體育館隔離的一個場館 裏面都分了很多不同的地帶 有冰天樹地企鵝之家 又有熱帶雨林 可以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動物 動物的種類多達4800多種 超過1500棵的植物 還有很多不同海洋的生物 BioDorm的前身 是1976年所建成的滿地可奧運會其中一個場館 當時是用來進行單車比賽和游道的賽事 這個場館當時是有2600個座位 1989年開始改建 1992年就成為了現在的生態館 滿地可有很多建築好宏偉的天主教堂 其中一間聖約室聖堂大有來頭 在2005年聖約室聖堂還被列為加拿大歷史古跡 1904年本來聖約室聖堂是一間小教堂 由於信徒越來越多 所以兩道礦建成為了現在總共有2400個座位 還可以容納一萬人的教堂 這裏還曾經發生過一連串的神跡 有很多有殘疾和失明的信徒在這裏被醫治 所以這裏擺放了很多當年被醫治信徒的拐杖 證明這個神跡曾經出現過 來到這裏的信徒和遊客每年超過200萬人 來到Montreal一定要吃越南可粉聖堂 因為聽說是最正宗的 正宗是因為這裏你進去任何一間的越南餐廳 多數都是由真正的越南人開的 一碗好吃的越南粉最重要的是材料新鮮和湯底要熬得夠味 還要加很多芽菜和其他配菜 你看他們吃得多滋味 今天我們選這間是位於聖約室聖堂 駕車向西面行四分鐘就到了 為何選這間?除了評分高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很肚餓 這裏是來聖堂最近一間的越南粉 下一個行程我們會離開滿地可 去到駭泰華參觀國會山莊 還坐小型飛機欣賞駭泰華的景色 還會去到王家駐弊廠參觀 下次見